東京奧運勇奪柔道銀牌的楊詠偉 結束隔離生活通告邀約不斷 週六抽空歷臨未來攝影棚 談這趟在東京舞蹈館的收穫 因為一開始我到東奧的時候 其實不會去想說這是一個奧運 那我就是把它當成是我可能每一次的 出去比國際賽的經驗 就是比較會用平常心的方式 去面對這個比賽 我覺得這些對手其實都還滿熟悉的 他真的就是到最高殿堂的時候 就是要好好的展現自己平常所訓練的 因為我們已經有對戰過好幾次了 那我覺得我在每一次的比賽 都有做很好的一個調整 或者是該該進的地方 那其實在場上的時候 都有發現到自己的一些 不一樣的地方跟一些變化 所以這可能就是我在比賽場上 可以獲勝的一個關鍵吧 回想起東京奧運比賽 楊詠偉的眼裡難掩激動 但開心感動之外 也早已經展開基礎體能 還有激勵訓練 很快在10月份又有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先以10月的全運會為目標 那再來就是命令的亞運 對 再來就是2024 80奧運 當然就是要就是想拿到更好的成績 對 對 那進步嘛我覺得就是 每一次的比賽就是按部的就班 按部就班去執行我的訓練 然後有需要加強的或是要改進的地方 就可以從比賽中去檢視 自己可能會犯下錯誤 因為樓道這項目其實 隨時都在變化 在場上的時候很多變化性是 你沒有辦法預料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比賽中 你就是要去找一些 可能你會失誤的地方 然後去做調整 警惕自己說下一次 下一次在場上 是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短短兩分鐘時間 當然不夠聊 想聽更多楊詠偉 感動又可愛的柔道故事 記得鎖定專訪 特別企劃 本來的地獄新聞 兩位黃華春採訪報導